。 我是月珠 好 大家好 我去了越南遣港 當旅行五日四夜 就吃了兩頓海鮮 其實我又不會叫的 我有一個方法 因為那裡很旺的 那裡很便宜的 我就拿著手機 到處去巡邏 看看哪些人吃得最多的東西 我就拍了照片之後 我就走過去選海鮮 我就發覺有一個叫做 秋葵蜆肉湯 我要這個 原來真的很好喝 另一番風味 所以我第二次去 我同樣叫 這個秋葵蜆肉湯 真的很美味 講講材料 秋葵 這個在維康買的 十一個九 你記不記得我那時的青椒秋葵 七元兩份 現在一份沒有 現在買的是十一個九 不要緊 番茄七元一斤 這裡四元 洋蔥五元兩個 兩個買一個三元 波羅二十一個九 八佳買的 蜆呢 我這裡二十四元一斤 買了二十元 好馬上做給大家看 把所有材料 番茄切粒粒 我用了兩個番茄 剛才三個 這裡三份一個洋蔥 切細細片 這些薑切幾片 還有六用一隻 照起了些銀 這些秋葵有大有小 就是這幾條 我們很簡單 如果這些大條 切了頭 當然要切一切 切一切 切一切 這樣就變成一開二 但這些小條 就不用煩了 只要切去就可以了 多簡單 你看到我開了菠蘿 哇 這些是什麼來的 這些就是剛才那些皮 片出來的肉 有一個狗 挺多的 我要拿幾個 很簡單 應該說拿幾塊 我最近不是做過菠蘿炒飯 真的很棒 很簡單 拿幾塊就可以了 今晚又有生果吃了 最近我喜歡吃菠蘿 那些橙不是很甜 拿一堆菠蘿下去 拿一堆菠蘿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很甜的 這個秋葵蜆湯 在越南蜆港 我很喜歡喝的 我和太太都喜歡喝 所以我專門回來拍 好了 材料就齊了 就是 番茄 菠蘿 秋葵 洋蔥 還有幾片薑 還有一隻辣椒 還有一點點蜆 就可以了 當然我叫那個就這麼多 你看到的圖也知道 那張照片 好 馬上和大家分享 這些蜆是蜆 買回來 不用用鹽水浸 浪費 我做個豉汁炒蜆 煮滾一點滾水 讓它出一出 一定要滾的 千萬不要浸熟 讓它開口 看看哪些蜆是生和死的 因為有時煮也不開口 讓它開口 要洗一洗 有可能裡面一塊黑色泥 如果不清理好 你什麼都不用了 甚至乎我現在在蜆港吃 它的湯也不是很清 怎樣也有少少泥 它就沒有我們那麼乾淨 慢慢爆口 慢慢地開 如果水不夠滾 它不開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周邊位是滾的 現在不是煮熟它的尾 滾水之後它就開了 好 現在可以了 差不多開了 我們拿過來了 拿上來再加一加水 很簡單 現在沖一沖洗 你不用怕它 熟了沒有了味 不會的 用來沖洗 現在這個程序 就要這樣 冷水 逐隻逐隻 看看它 沒有辦法 因為乾淨 這裡逐隻逐隻 看看它 有些不能開口 那些 你就要小心一點 一隻隻都能開口 證明現在可以了 有些不能開口 那些 就要看清楚它有沒有泥 有沒有沙 這樣洗 沙泥就會比較好 好了 我洗好 再跟大家說 全部洗乾淨 全部開口 有兩隻是沒有開口 通常沒有開口 那些會是死的 我們現在小心點 把刀叫一叫開 看看有沒有泥 OK 那你就有個 心安 如果不然你 就這樣放下去 它可能全部都是黑色泥 你的湯就不用了 小心點開 看看可以不可以 OK 即是說 這些蜆是新鮮的 很棒 沖沖水 OK 馬上來就煮這個 秋葵蜆肉湯 現在我們煮這個 秋葵蜆湯 上次在蜆港那裡 那些湯 根本就喝不完 所以我今次就放 少一點水 這樣倒少許水 待會有兩口湯 現在我們首先 不要放辣椒 這樣會辣死人 因為很多人吃不到辣椒 放幾面薑 先煮 洋蔥可以放進去 秋葵 菠蘿和番茄 最後就可以了 讓它先煮 煮起了 再跟大家說 好了 洋蔥和秋葵 都煮起的時候 我們要加一點鹽 都要帶一點味道 我只是加這麼多 如果味道不適合 就自己加 糖我都要加一點 因為帶動味 雖然有菠蘿的甜味 但你加了一點糖 它會更加帶出它的味 我還是加一點 OK 現在加了這些味道 之後 番茄和菠蘿 辣椒不要加 我怕會辣 因為媽媽不太吃辣 如果你們喜歡吃辣 加多一點 現在這樣的情況 它在滾 菠蘿味已經出來了 剛才的蜆 已經洗乾淨 現在都可以放進去 很棒 現在放進去 蓋上蓋 再滾起就可以了 先滾起 好 稍後再跟大家說 滾了一會 看看 蜆真的打開了 OK 你看到 現在就加辣椒 讓它出一出味 不斷就好了 如果越來越辣 如果你吃辣 當然要多多幾隻 不要緊 再滾一滾 你看多漂亮 這個湯 有湯 這個 少許鹽 少許糖 它本身 秋葵和菠蘿 都有香味 有些蕃茄 有些蕃茄 可以的 我這個 分分鐘是 好喝過去做那個 現在可以了 拿過來這邊 拿過來 上去 越南蜆港 秋葵 蜆肉湯 有菠蘿和蕃茄 你看看 很棒 很香 你看 又有少許湯 這道菜 他們每個都這樣叫 很厲害 現在就拿出去了 拿出去了 再跟大家說 來啦 秋葵海鮮湯 其實正確的名字 我都不懂 它是不漏洞 那我指著給大家看 都可以的 你看 這樣比較鮮甜 什麼都有齊 又有蕃茄 又有秋葵 很簡單 菠蘿是它的菠蘿香 這樣煮湯 我太太 嘩 吃完第一次海鮮 就第二次了 記得叫這個 記得叫這個 我再叫 吃了兩次 我回來 當然要馬上做給大家看看 我這個賣相 同一張照片 我是不是漂亮很多 又有蔬菜吃 又有蜆肉吃 嘩 多棒 希望大家 這麼簡單 都希望試一下 別咬一番風味 湯 有少許菠蘿的香味 放了一隻辣椒 一點點辣 最後放可以的 如果你不捨得辣 就不要放 吃得更辣就放多些 這個值得一試 下次你們去到遜港 記得給這張照片去看 他可能就知道是什麼 這個真的不能頂 再來 蒸海辣 這個 麵豉酸梅蒸排骨 剛剛做的麵豉魚 現在要來做蒸排骨 都幾正 粉絲底 放些洋蔥 太多洋蔥 所以我放進去 這個就是白灼 菜心 很簡單 希望這個 秋葵蜜湯 蜆港 秋葵蜜湯 大家都喜歡 多謝 不想告訴大家 也不行 這個秋葵蜜湯 好喝到不得了 因為所有食物都吃光 媽媽說 比蜆港還好吃 最後那幾滴水 我都要倒出來 再倒出來 再喝 說真話 絕對沒有說謊 大家記得試一下 我最後倒出來 再喝 全部都送出來了 真的很開心 希望大家有機會 也試一下秋葵蜜湯